观音菩萨,右座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是佛门四大菩萨之一。 手直径平遥柳,具无限智慧神通,每当人们遇到苦难,至成称起名号,菩萨即前往救度。 六大生肖,快皆喜,观音菩萨慈悲加持您与家人,一生无有为缘,一生富贵吉祥,愿众生皆得观世音菩萨赐福。 众生善愿皆得圆满。 生肖虎,属虎的人素性忠实靠得住,是直的身交之人,他们很聪明,生肃义有贵人命。 再加上他们身边会出现良多贵人,也会获得赏识,运势天然一起上升,事业会一步步渐入佳境,并且飞黄腾达,多福多寿。 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同时他们身边也会出现良多贵人,也会获得赏识,运势天然一起上升,到时分享不复都难。 若是就可以解脱困境,可以有源源不竭的喜信传来,财产不竭的添加。 生肖马,马年出生的伴侣,是生成的强者,比来这段时辰,福无双至,不仅事业协议,情场也是花开病地。 再加上心思精致,脑子安详,干事有条理,运势可谓大涨,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其财运更旺盛,事业工作上的正财库大涨,喜上美梢。 同时能审时多事,就能齐开得胜,受益多多。 若是得到不雅观不雅观音菩萨的喜欢,都市大大添加,收入翻倍,仗势喜人。 生肖龙,属龙的人五行尘土,尘为水库,可谓自败财库,命理中土克水,被克者为财,属龙人一生钱财不缺。 今年属龙人陆和贵人入命,加上自身多财多艺,有助无尽的才华,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必然是一路好运不断。 特别是到一月份以后,属龙人迎来时商生财之运,机遇难得,在事业上将会有大的发展机会,好好把握,就可功成名秀,事业有成。 特别是月底以后,属龙人红韵当头,进步非常神速,业务开拓也很激进,在职场让人慈慕相看,横财更是满天飞。 生肖属,属属的人,这个属相的人们很爱钱,所以这一辈子似乎都不缺小钱。 他们的手气特别好,打台能够赢很多钱,但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贪多。 在一月份,属属的人们遇到了从天而降的横财,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个人可以去买彩票,中奖几率特别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事业方面也会晋升,想必这个成就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当财运真正好起来,都是毛毛雨,还有更大的惊喜。 生肖属,未来这段时间,自身的事业发展会变得更顺利,得到贵人相助,财富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在这段时间,是顺风顺水,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好运不断,事业上能够有更好的进展,财富源源不断增长,让属兔的人一改之前的颓势,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非常好的财富收入。 生肖羊,属羊的人在未来这段时间,自身的潜力会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发展,工作上自身的能力表现十分突出,能够把握机会,获得更好的进步,自身的财运和发展,都会有更大的进步。 快过农历新年了,观音娘娘赐福,良好的运势让属羊的人能够收获更多的金钱,在感情上也会有惊喜出现,爱情变得更顺利。 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传了 为了家人和朋友,信一次 好运当头 看完扩散,过了一小时必须翻身,属羊 大笔进财,属马 病痛痊愈 咸鱼翻身 属牛 财情两收 属龙 财源广进 属鼠 咸鱼翻身 财情两收 属蛇 贵人出现 属鸡 财源滚滚 属狗 订单大增 属猪 财运大网 属虎 艳遇发生 属兔 事业超顺 今天开始顺了 家里有的倾传 不勉强 真的灵 是因菩萨保佑 我传了 为了家人和朋友 信一次 今年绝对发大财 财源滚滚 一定会大吉大利 全家幸福安康 红韵一辈子 马上传吧 越快越好 我们生活工作中 有些人偏财运非常好 上班赚一份工资 私下再接点活 感觉生活过得非常的滋润 难道财神也在特意地关照他们吗 下面说的这几个生肖 碰财的可能 注定一辈子衣食无忧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生肖鼠 鼠鼠的人 财运非常旺盛 从来不会缺钱花 发横财 对鼠鼠的人来说 是大概率事件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都能快速地融入到当下的环境里面去 自身有非常好的魅力 与人相处融洽 所以鼠鼠的人 工作事业都顺风顺水 深入人心大财 小财不断登门拜访 生肖龙 鼠龙的人 无论男女 一般都有发横财 或者意外之财的福分 天生有祝好的命格 是别人羡慕也羡慕不来的 而又因为鼠龙的人五行鼠臣 当为水的木库 因此如果八字中有土旺 又是以水为财 命举的用神也为水的话 那么这就是非常难得的横财组合了 这种命格的人 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 都比一般人高很多 生肖狗 鼠狗的人 其其五行属虚 而虚也就是木库之地 也就是身旺的人的财库 就相当于命中的保险柜 如果属狗之人的八字中日元也属水 以火为财 而命主是出生 在秋天或冬天则是水旺 有火财为用神 并且还有虚出现 那就是大财库 钱往往非常容易 中奖的几率很高 也会有报 生肖牛 属牛的人踏实勤奋 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懂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 努力工作 赚钱养家 这种老实人虽然劳碌命的比较多 但是横财命也是非常好的 比如八字火又旺 加上生肖牛 这个生肖 就是属于命格中有财库 也是能获得横财的命格 很可能在偶然间获得大财 生肖蛇 属蛇的人头脑聪明 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方法 遇到困难都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发横财的几率也会大大提高 只要找到方法 他们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属蛇的人完全是靠头脑吃饭的人 非常强大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离死别的那一刻 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在临死前都会出现一些预兆 以此来告诉家人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那么可以通过老人身上出现哪些破征 来判断时日可能不多呢 今天一通就来为你讲解 一通身边也曾经历过老人死亡的事情 记得小时候 阿摩快要步行的时候 几天都没进食过东西 忽然就说想吃馄饨 可是当一通将馄饨买回来的时候 人已经去世了 另外 在这之前还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说看到他姐姐了 姐姐要来接他了 当时手脚都是冰冷的 说话都无气无力的 突然就很有精神那样说要吃东西 吃完东西没多久就走了 这就是大概就是回光返照吧